現在它就畫了,本身A有一個TES在30元 現在就弄走了TES,Prinish了那個TES 這樣怎麼畫呢?我們就畫出來,我們知道100元 這個位置是30元 現在跌下來,減少TES TES增加就向上動,反過來TES減少10塊就向下動 即是同一個Q,它願意收便宜一點都肯做,因為不需要交稅給政府 其實整個畫法就好似那些 減少TES和減少TES是一樣的 新的EQ,Lemium 新的EQ,Lemium Price就是這裡 如果你想找回Buy和Seller 在減少時,各自享受了多少呢? 我們就找回第一,Supply下降 第二,新的EQ,Lemium 第三,是動回舊的Supply Curve 第四,砍開它,用原本的Price 價格就由130跌下來 這個就是Buy的得益 上面就是Seller OK,Buy就在這裡 上面就是Seller OK,這樣的時候,看看它說什麼 新的Market Price會怎樣呢? 不是130,不是110 不是100,不是130,是中間的 不是這個,只有一個在中間 就是B 謝謝你 謝謝你